我们之前学习过物质的变化,包括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,物理变化是没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,比如水的蒸发,只是状态发生了变化,并没有新的物质生成,化学变化是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,比如水通电分解,生成了氢气和氧气,它们就是生成的新物质,是同观的视角。 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看,水中发减后,水分子并没有变化,分子种类不变,变化的是分子的间隔和排列方式,而水的电解过程使水分子变成了氢气分子和氧气分子,这过程中分子发生了变化,变成了其他分子,可以说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本质区别,就在于变化减后分子是否发生变化,你明白了吗? 来看这个反应,之前是两种分子,发生反应的时候分子破裂成原子,原子重新组合成新的分子,反应前后分子发生了变化,所以这是一个化学变化,而非物理变化。 总结一下,从宏观上分辨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,是看有没有新物质生成,从微观上区分,看分子有没有发生变化,这才是本质区别,你记住了吗?你个个蛋。